好 台东县政府推动智慧观光 在许多热门景点装设4K即时影像 没想到这一次在金轮大桥装设的摄影机 将这名男子装扮成无脸男的行进全斗路 也成为警方将开罚的证据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可储新台币500元的罚缓 台东县政府推动智慧观光 在许多热门景点装设4K即时影像 原本是想让民众上网 就能随时观看台东各地景点 没想到在金轮大桥装设的摄影机 却将男子装扮成无脸男 做出横躺桥上的行进 全都录了下来 也成为警方将开罚的证据 本首目前积极查明无脸男 当事人身份中 第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一项施港规定高发 储新台币500元罚缓 同时呼吁至金轮大桥旅游民众 请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在道路上坐 握等违规行为 共同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 民众搞哭售吸引关注 却不知已影响交通安全 将被罚钱得不偿失 警方也呼吁民众 到金轮大桥旅游 请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在道路上坐 握等违规行为 共同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 就讲解太马里想不到 我需要一项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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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一项断关注